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高通在11月中旬举行的2022骁龙技术峰会上 宣布推出全新的旗舰行动平台 骁龙8G2及第二代骁龙8 新一代智慧型手机SoC晶片 在AI、影像能力和游戏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升级 全球众多OEM厂商和品牌将采用骁龙8G2 骁龙8G2采用台积电4nm制程 并采用全新的1加2加2加3架构设计 拥有一颗3.2G的Cortex-X三超大盒 两颗2.8G的Cortex-A715大盒 两颗2.8G的Cortex-A710大盒 以及三颗2G的Cortex-A510小盒 整体带来35%的效能提升和40%的能效提升 据高通方面介绍 此次采用全新设计架构 将一个效率内核变为增加的一个效能内核 实现多线程效能的重大飞跃 这是首个采用这种创新架构的平台 四个效能类核采用两种不同的微架构 能够更好地处理所有类型的应用 包括高效能的支援传统的32位元应用 当然 记忆体规格还支援 LPDDR5-X8400M和UFS4.0 在GPU方面 骁龙8G2中 新一代的AdrenoGPU的绘图渲染效能提升高达25% 能效提升高达45% 新增对Voken1.3的支援 带来高达30%的Voken效能提升 游戏体验方面 骁龙8G2支援全新Snapdragon Elite Gaming特性 包括实时硬体加速光线追踪 并实现基于行动装置优化的 虚幻引擎5Metihuman框架的支援 高通与网易还利用逆水寒手游 展示了基于硬体加速的行动装置时时光追特性 例如在演示场景中 不开启光追效果时 虽然能够表现出水面的波光 连依 并微弱地映射出水面上的其他物体 但无法达到全反射的镜面效果 而在开启时时光追效果后 游戏引擎可以按照真实的光线反射物理规律渲染画面 瑕刻 竹林 天空倒映在水面中 除了静态水面反射外 游戏中刀剑金属表面也支援光线反射 逆水寒手游制作人表示 光追是通过对每根光线做传播上的追踪 来实现渲染效果的技术 通过光追能够得到最接近真实世界的光影效果 但是由于这项技术需要极大的算力支援 必须从硬体层面做深度的支援 此外 Adreno显示子系统也实现了重要的显示增强特性 提升终端侧观看体验 成为行业首个和唯一一个支援 全部主要HDR格式的平台 包括HDR Vivid HDR10 HDR10 Plus和杜比世界 骁龙把JR内置升级后的 Hexagon BI处理器 通过架构升级和更大的张量加速器加持 实现了4.35倍的AI效能提升 同时 骁龙8JR也是首个支援 因4AI精度格式的骁龙行动平台 感测器中枢集成了两个AI处理器 针对开发者端 高通AI软体站 AI Stack预计还将提供 包括Qualcomm AI Studio在内的更多特性和工具 让开发者能够打造更多的下一代AI应用 高通还与Adobe进行合作 搭载骁龙运算平台的Windows PC 将原生支援Adobe Fresco和Adobe Acrobat 同时 结合骁龙运算平台上的专用中端测高通AI引擎 用户将在创意性工作流程和任务中 体验到增强的中端效能 包括超级解极度 背景去除 色彩增强 随时随地的内容编辑等 此外 两家公司还在XR创作和使用的工作流程上展开合作 工作流程由专为VRMR头显和AR眼镜 而打造的Snapdragon Spaces XR开发者平台支援 通过Snapdragon Spaces将Adobe 3D与沉浸式媒体创作工具 从手机和PC扩展到XR产品 有助于让创作者在头戴式眼镜和设备中 打造具有空间感知能力的沉浸式叙事体验 近几年 手机在影像能力上不断升级 骁龙8G2在影像能力方面也新增了认知 ISP可以通过实时语意分割实现影像和影片的自动增强 利用AI神经网络让镜头在情境中感知人脸 面部特征 头发 衣服和天空等进行独立优化 骁龙8G2还支援全新影像感色器 此前索尼宣布下一代感色器 将支援四曝光数位重叠DOL HDR技术 该技术也面向骁龙行动平台进行了调优 同时 三星ISO Cell HP3也成为首个面向骁龙8G2优化的 2亿化素影像感测器 新品内部还集成了AVE影片解码器 支援60fps的8K HDR影片回发 在连接方面 骁龙8G2集成了5G AI处理器的X70数据机和FastConnect 7800 同时也是首个支援5G加5G4G双卡双通的骁龙行动平台 支援WiFi 7和蓝牙5.3 通过双蓝牙连接和SnapDragonSound骁龙唱听技术 可以通过动态头部追踪支援空间生效 能够呈现完整的环绕声沉浸感 并支援48K无损一跃串流 高通总裁在2022高通骁龙技术峰会上表示 如今 智慧型手机带来的体验是非常无与伦比的 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彻底地改变了社会和生活 因此 手机需要不断在技术创新方面进行突破 这是高通的使命所在 高通总裁还表示 他们始终在行业发挥着领导作用 他们是集中推出最先进的一体化连接技术的厂商 高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运算的能力 而且不会受到比如手机尺寸 或者电池续航能力的限制 如今 智慧型装置日益追求低功耗 高效能 同时 AI的能力已经拓展到边缘端 越来越普及 需要有能够实时处理讯息的处理器 需要有实时的链接 而这些都是高通的核心技术优势 高通也推出了整合这些技术的统一路线图 高通正处于这样技术发展变革的十字路口 不管是在CPU GPU AI Wi-Fi等领域 都是该技术领域的领导者 高通总裁同时指出 高通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了转型 从此前行动通讯行业的公司 慢慢进入运算领域 当然这次骁龙8 Gen 2新平台 最显著的变化 还是支援了硬体级的光线追踪 在运行光线 特效复杂的手机游戏时 CPU的工作负载可以大幅减少 同样的 光线追踪技术在手机上出现 意味着游戏开发商 可以在游戏画面表现上做得更加极致 不用担心手机效能不够而降低特效表现 毫无疑问 高通骁龙8 Gen 2是2023年 当之无愧的年度最强安卓手机晶片之一 目前多家主流手机厂商已宣布 将会在年内首发搭载该处理平台的新机 新一轮的旗舰大战即将打响 而且各家厂商旗舰的堆料 明显比今年要更好 玩家可以期待一下 在主要旗舰处理器厂商 全面转向台积电4nm工艺后 今年下半年开始 安卓阵营的处理平台也终于是回归正轨 提升幅度很大 尤其是GPU部分 极限效能甚至能跟苹果的晶片掰手腕 2023年 安卓阵营恐怕会迎来一次高光时刻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